张老师看海航在书下跪不劳忍了 不劳忍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就要两面看了 首先我听你先说的那个就是说 如果延误多少时间马上要受处罚 这个太硬性了 我觉得因为你前面说了 有很多是你不能控制的原因 比如说气候 比如说流量控制 那你总不想让这些航空在压力之下 那我算了 虽然天上急 咱们还照飞 那不是撞击了吗 硬飞 对你是安全还是第一 我跟你说有些情况是不用解释 看都看得见 我有一次我看到天上的奇观 那我就飞成都 你知道吗 他也是等了半天 然后成都那边说有雷震雨 但是我估计是不是压力大 他就飞 他就真的想在成都降 可是你知道吗 我看见那个像天煞地球反击战一样 我看见那个远方 我跟你说闪电你见过吗 大家见过是吧 地上的闪电 是夸一会一下夸一会一下 你知道天上是什么样 天上是夸 对你知道就像那个 那个independence的 就天煞地球反击战 那个大飞碟将要空降 哎呦我在天上 我说这太好看了 停这看电影吧 整个一片呢 就是哗哗哗哗哗一直在闪 对 你就明摆着你就过不去了 这个飞机好像就在那等着 最后机场说 各位乘客 对不起 没办法 我们要去昆明 然后就我就看着离那个天煞 就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在昆明降下 等了一个小时 这是说这个雷震雨啊 中间有个空 他砰 马上起飞 才落下来 我觉得联想那波兰那次吗 全军覆没 就是因为那个飞行员坚持要在那天落地 他是去带 所有波兰的政客 就从总统到好多内阁的大员 一定要在俄罗斯那地方降到 所以最后就说被骤了 这一次卡琳斯基 卡琳斯基 他参加那个活动的时候 其实俄罗斯地面已经告诉他 这个气候就不应该降到 他强行降到最后全完了 我就是觉得在这种情况 你在我们这现代化这种 对时间准点的要求 我们在这个有条不紊的走向死亡的旅途上 要接受一点意外 不是不是 这个贾老师 问题是我们这叫信息严重不对等 你不知道是不可抗力呢 还是你这个管理问题 对 这个关键 我就不懂中国 我还真不懂咱这个土编 我真不懂外国是什么样 像上次这个王蒙老师来 他就感觉想说点什么 他就说 这中国人就发这个脾气 他说但是我跟你说航班延误这个事 美国也老延误 说也不比咱们少 就是说 就是说这种 那我就不知道 我没有国际旅行的经验 我最多去过台湾和香港 就是 那么就是说 就是我 我个人的体会 这里最核心的问题 还是要就是 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对 而且呢 这个告诉一定不是你在 就是 隐瞒一些信息 或者说有意的过滤一些信息 你得让我就是真的能够理解 就是说你确实有问题 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告诉呢 这里头 这里头我想已经不是航空公司的问题 你包括我刚才看的那个那样一个画面 其实我很难受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 我常常就是说 我既可以就是站在一个读者的那个 呃 一个立场上看 对 看事情 我同时还可以 还还要站在一个商家的立场看 看事情 因此就是说 当你两面看事情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 就是你 你就会多一层理解 也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经常讲的 比如说商家也不容易 或者说 比如航空公司也不容易 那么航空公司的不容易 很多实际上 他也控制不了 但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你是不是能够把真情 你告诉大家 让我告诉你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有的时候这个真情是很难说出来的 说出来以后不见得被理解 比如前一段咱们有很多医疗事故 你记得吗 后来前不久就听见一个 呃 一个一个朋友的小孩 他是滑雪的时候 那个小孩把腿摔断了 结果他去咨询这个医院 这医院马上就说 你得动手术 得打钉子 实际上呢 后来他咨询了好多儿童 就少年的这个骨科专家都告诉他 那个医生说动手术是错的 以后你后患无穷 因为小孩他可以做完不做手术 看他自己 因为他在成长嘛 以后他不是瘸子 但是背后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些医院 他被告的太多了 他害怕 他说至少我告诉你 现在动手术 给你把钉子搭出来 你出来的时候是 不是瘸的 十年以后你再出问题 那不管了 其实他告诉你的是一个 就是说假的信息 你知道吗 对啊 那就是有问题啊 这并不真实啊 但是你告诉他 我也遇到一例 就是当时我儿子出生的时候 他有那个黄胆病 因为后来我知道 所有的儿童出来 其实都有一个带有那个黄胆 就当然指标不一样 好像他那个8是一个中性指标 超过8以后就多了 结果呢 就是我儿子就是等于是 就是高于8 大概14 但实际上也并不严重 对 但是那个医生 这个医院就是为了 就是怕承担责任 就告诉我 就是如何的严重啊 要全部换血 那你想我说 那我听了以后 我简直我 我完全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 崩溃 我都没崩溃啊 我就 我就找了这个 这个这个 其他的大夫 和其他的朋友一问 他说其实完全不必要 那你说他告诉 是一个真实信息吗 对 那最后呢 反过来 那我会对这个医生 就是更有看法 这个再再聊到这个 这个医院问题上去了 就是不是就说确实啊 其实这个事是一回事 就是医院的事 航空公司的事 包括各个商家的事 其实都是一回事 他不愿意就是说 第一时间 准确的把他自己知道的 我说对双方 有利于理解的信息 告诉对方 这个真实的信息 有时候对他自己不利 你再一追问 OK 是你不利对吗 比如说我必须的给你盯着盯着 你现在你觉得不利了 对吧 你现在你觉得不利了 是吧 你以为你夺过一劫了 是不是 下次如果再来的时候 那就不是一劫 所以咱们就喜欢这个遮遮掩掩 他们有比较过 我听那个经常有这个国际飞行经验的人 就是说 说要照说延误 甚至是态度 说欧洲也不怎么样 说美国还有点服务精神 欧洲呢 那更不管你 比如说在怎么着 就就就延误 但是他们 我听他们讲 日本不错 说日本那个处理啊 哎呦 就还不停的 跟你磕头 不是磕头了 鞠躬如早算 而且在日本说实话 就是像他说的 日本人老老实实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而且呢 比如说你坐大巴 如果不坐大巴 打低的人呢 你可以报销这个单据 多少钱低时费 他给你各种选择 他给你各种选择 就很真诚吧 而且他真是就说 人就是以人为本嘛 比如说有的时候是在半夜里 也没有搬车了 日本那边呢 就会说 让全体乘客找酒店 这当然是航空公司负责 让你们住下 为了第二天早上 一起就有早班的巴士 他整个就是人家负责到底吧 其实这个不是卖猪仔 不是吧 是个国际通行标准的 就是说如果由于你 航空公司的原因 你延误了 你有责任负责他的住宿 一般是在机场附近的 一个连锁的旅店 然后甚至给他钱 比如30美金吃一顿饭 第二天你再给他定行饭 这个我想是最起码的 这是最起码的 核心的问题 还是我刚才讲的 那个就是说 你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 告诉客户 在任何行业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是不能够 你要是开始商家 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我跟你说 当你第一步走错以后 往下就是不不错 你说的很对 现在你发现没有 有很多很多的门 你可以发很多很多的评论 可是每个门里的事实真相 都是罗生门 没错 你发现没有 这个门 那个门 大家聊 这个说好说坏都有 可是最本出的 最原本的这个事情 到底是事实 就是我们说善与恶 但是我们不爱说事与非 你比如说你刚才讲医生 我又说去 我最近跟他们讲一个案子 不太好张嘴 就缝缸肛门 不是 什么产妇 生完孩子 说给缝了肛门 好 这个事情 大家发挥的议论 无穷无尽 可是最终到底缝了还是没缝 那天我做节目 我就问 我说那这是缝了没缝 都是这个不知道 调查组 四个专家 四个专家 四个意见 有说缝了 有说没缝 还有一个说缝没缝 不太重要 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你说你发现没有 现在很多门都是这样 我们聊都聊下大天来了 可这事最初 就是论事这事 是怎么回事 到最后也没人理了 你知道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创为电视 黄牌大放送 三十年前 在他初创时 曾经承受过太多责难与非议 特别除了五身红子红以外 全部都变了眼神 三十年间 他以一系列非常之举 从人烟稀少的边陲小镇 特变成为精英汇聚的浪漫之都 说那天晚上我就下定了一个决心 珠海 我现在一定要来的 海上声明月 珠海特区三十年发展济世 周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成功的巅峰 荡漾生活的清风 你的国度 你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黄金时代 黄金夜 传承世界品质 祈福品质 生活 广汽传奇 金至尊珠宝 是2010中华小姐 环球大赛指定后冠赞助商 至美追求 幸福拥有 手机上经常有聊 飞机上的段子 我那天还看一个 说是乌鸦和猪坐飞机 然后乌鸦跟空姐就不礼貌了 说给爷来杯水 然后猪也跟你说 给爷来杯水 空姐一生气 把乌鸦和猪扔下了飞机 结果乌鸦跟猪说 你看你不行了 爷会飞 这有点心甘乐祸的意思 我倒是就刚才我举的例子 我说我其实虽然经常坐飞机 但是我的心情确实 我觉得因为可能不是一个老要 一个大商人或者什么CEO 你非得要赶这点不可 我是经常是觉得是 你必须得以一代劳 就它可能出现各种情况 你一天心态上 你要是放松的话 它遇到这种突变 你会不一样的 我比如说我永远坐一个 它这14小时的飞机 从纽约到北京 北京到纽约 我永远带四五样小吃 然后我会带几种读物 就是有轻松 有书 有杂志 有报纸 然后看一个电影 你不能从头到尾看 那时候也很闷 然后适当的到后边去做操 然后等到 就是你看它晚点的时候 你就赶快看这些 我是经常碰见 你不能越想越生气 我是经常碰见 飞机的这种延误 这种晚点 你知道有些时候 那边的活动就要举行 这边等的就是交心如焚 那个时候 我突然间理解了 中国古代 很多的心态 是怎么养成的 就像苏东坡写的 这个叫什么 莫听川林打夜声 何方吟笑且徐行 为什么你看中国人培养这种胸怀 就是说 因为太莫测了 太不知道底细了 这种变化 这种延误 这个你的人生就得能够承受 你不能为这个急出病了 没错 所以我现在飞机延误 我真的是 我就想苏东坡这个词 我说挺好 在家里也是看书 在这也看书 你刚才说那个很对 就是说 这个我拿我自己的例子 我做检讨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脾气急 你看得出来 你知道吗 我脾气急 我脾气急就经常会 经常会发生冲突 那么有时候我自己也检讨 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还是对对方理解的不够 对 另外就是看事情 也没有这么全面 就是经常只要遇到这个事情 像我那个 就是登飞机也好 或者我等等菜也好 或者我 或者我驾车的时候 等红灯是也有这个问题 对 我就是 就是好像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不可预测的事情 对 最近随时发生 等红灯呢 就说中国人的性子急啊 最近我的家乡石家庄啊 传出一条新闻 具体我不清楚啊 说有关部门 拿出在各个路口 拿出500块钱奖金 奖励 第一个没闯红灯的 不得用这种方式 是真故事假故事 对 我跟家乡石家庄人性子不急啊 在北京就确实你看着这个 还是急 那你要看那个时候时代不太压 你刚才讲那个故事 那当时你看这个美国立宪的时候 那个当时从那个 就是我经常要是赶个费城 一个都费的时候坐马车 没错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你要这么想的 那还是为了去赶那个 赶至线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对 那但是他提前嘛 提前嘛 那个会也可以那个 不开透明 风情公正 哈哈哈 还有没过来 啊 没过来 没有过来 谢谢大家